诗篇第三十七篇 诗篇第三十七篇 请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还有骗食 恶人要归于无有 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 也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恶人设谋害义人 又向他咬牙 主要笑他 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 恶人已经攻上弦刀出鞘 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 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他们的刀 他们的刀 必刺入自己的心 他们的弓 必被折断 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赋予 因为恶人的绑臂 必被折断 但耶和华 是扶持义人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不至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 必得饱足 恶人却要灭亡 耶和华的仇敌 要向羊羔的枝油 他们要消灭 要如烟消灭 恶人借贷而不偿还 义人却恩待人 并且施舍 蒙耶和华赐福的 必承受地土 被他咒诅的 必被剪除 义人的脚步 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华也喜爱 他虽施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 用手搀扶他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 一人背弃 也未见过 他的后裔讨饭 他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 也蒙福 离当离恶行善 就可永远安居 因为耶和华 喜爱公平 不撇弃 他的圣民 他们 永蒙保佑 但恶人的后裔 必被剪除 一人 比承受地图 永居其上 一人的口 谈论智慧 他的舌头 讲说公平 神的律法 在他心里 他的脚 总不滑跌 恶人 窥探 一人 想要杀他 耶和华 必不撇他 在恶人手中 当审判的时候 也不定他的罪 你当等候 耶和华 遵守他的道 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图 恶人 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我见过恶人 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清脆树 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 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 却寻不着 你要细查那完全人 观看那正直人 因为和平人 有好结局 至于犯法的人 必一同灭绝 恶人 终必剪除 但一人得救 是由于 耶和华 他在患难时 做他们的迎债 耶和华 帮助他们 解救他们 他解救他们 脱离恶人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 他们投靠他 优优独播